所以這個有一個遭受腦波攻擊的朋友 跟28位他的好夥伴就問說 請問您為何能夠在演講 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能夠表達如此清晰 而且有條不問的給予答覆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不會在腦裡打斷自己 我也不會在腦裡分析想別的事情 所以我整個人質的頻寬 就是腦裡同時跑的那七個縣程 全部都是放在就是回答這個問題 跟就是感受大家的反應上面 那為什麼我可以做到這樣子呢 當然第一個我有睡夠 這是真的 但是除了有睡夠之外 睡夠做不到 除了有睡夠之外 也是日常的訓練 我大家可能知道用的是番茄中工做法 那意思就是說 30分鐘裡面只有最後的五六分鐘是休息的 那前面都是專注的 而前面專注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因為現在在演講 所以才就是沒有跳出任何這個新的訊息 通知或者是提示印什麼 我平常就沒有 那我是非常習慣這種完全沒有打擾的情況 事實上我今天來這邊 連手機都沒有帶 所以我先建你們的無線網路 那這個在現在社會是真的不容易的 大家很容易就會被手機稍微想一下 稍微震動一下 那你腦裡本來放了七個東西 那但是你因為被打斷 所以你可能要分兩三個去處理 剛剛被打斷的這件事情 當然打斷的不一定是什麼大事 這個兩三個就概念就可以解決掉 它解決掉之後你就被那個綁住了 所以那這個時候你再回來的時候 你認識頻寬就剩五個slot 那你如果再被打斷一次就剩兩個slot 那這個時候大概什麼大事都做不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絕大部分的時候我們並不是說 真正有什麼注意力缺失的症狀 但是它表現出這個症狀就是因為 認識的頻寬全部都被這個打斷用完了 所以我的做法也很簡單 就是所有我的同事都知道說 不可能在短於半個小時的時間裡面找得到我 那任何它傳來的訊息也沒有什麼之類 我只有到可能二十四五分 五十四五分的時候才看 那但是呢 當然我也會回 並不是不回 可是這個時候呢 等於它也有二十幾分鐘的時間 整理自己的思緒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 已經比較接近一份完整的email的這個情況 而不是說 就是一直看到對方正在輸入中 然後就是越來越多 你的認識頻寬被他搶走 而且搶不回來的這個情況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不讓自己 無目的地被打斷 那我如果二十幾分鐘的工作時間裡面 我十八分鐘 我就已經做完了這個工作的話 我剩下的這個時間 可能還有六七分鐘的時間 我絕對不會自己把自己打斷 而是我回去看說 我剛剛還有哪些想得不夠清楚的 有沒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好的 或者說真的就是 讓自己跟那個工作的成品 稍微相處一下 也不一定要改什麼東西 那這個情況下才有一個節奏 因為不然的話 如果我的同事 或者是網路上朋友知道說 我可以提早被打斷的話 那所有人都要提早打斷 所以我現在非常有機率 就是真的到最後 那四五分鐘的時候才會去看說 好那最近半小時發生了 這麼樣子的事情 那當養成這樣就是習慣之後 自然就可以非常在工作的時候 專注在當下 然後腦裡完全不會放什麼別的東西 那在那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所謂心流 這個flow的情況 那所謂清晰啊有條不溫啊等等 那個就是剛好而已 所以並不是就是多麼厲害 而是就是有舍才有得 就是讓大家沒有辦法 那麼瞬間的即時的打斷我 找到我那去換來說 我在工作那二十幾分鐘裡面 是可以稍微比較專注的 在這裡 心想 不 臂 和 然後 明